HELLO 早安你好 我是Yo哥 I'm Yuga 今天要玩傳說足球隊 我們全隊每一個人都是用足球盛宴的造型 我們的陣容分別有 麥克斯、圖倫、奎倫、匹匹還有凡恩 我這場玩的是奎倫 奎倫是下一個月盛典最新出的造型 他要盛典60級才能獲得 那我因為有預購 所以有獲得了7天的體驗卡 我覺得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你看喔 麥克斯、圖倫還有凡恩 他們的造型上面都會有一個足球盛宴 可是最新出的奎倫還有匹匹的造型 卻沒有足球盛宴的那個LOGO 就會覺得這好像感覺哪邊不太一樣 好像我們的造型是比較比較low 那麥克斯、圖倫還有凡恩還有戰尼爾 他們是4年前就出的造型 那目前傳說是還沒有復刻的 我真的很期待官方可以復刻一下 戰尼爾那個綠光噪點的造型 這場最精彩的不是我們傳說足球隊 而是你們注意看對面的陣容 有沒有發現到哪邊不太一樣 亞亞、提米、薩尼、卡芬妮還有皮皮 他們居然有4隻輔助、1隻射手 這個很明顯對手 他們也是在玩陣容 4保1的陣容 這場我不是打自定的喔 我是真的用經典一般場去匹配 匹配到對面那5個4保1的陣容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巧啦 你們看吧 玩傳說我們就是要玩個開心 尤其你跟3、5好朋友 如果你能組一個陣容的造型 一起去5排玩的話 我相信不論輸或贏 你們都會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贏啊他只是一個最後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重點還是在玩的過程要玩的開心嘛 畢竟最後那個結果可能就開心個5秒 但是整個過程呢 你這場可能會打15分鐘以上 過程如果很難過 最後贏了那有什麼用 那我平時呢幾乎不玩奎倫的 然後我朋友就說 他覺得一等點1或點2吃野的速度都差不多 所以我這場就先點2技能 結果我1點下去才發現 點1技能比較強啦 那一開始對面這個入野喔 我想要回頭 正常來說對面5個人入野是不回頭的 那我會入野的原因是 對面沒有制裁啊 沒有制裁 我就想要回頭用我的制裁去搶 可是剛剛藍buff在草叢裡面 沒事我也不敢進去 所以最後就只搶到一個小野怪 那這邊刷完我一輪野區 因為少了藍buff的經驗值 所以我們沒有4等 趕快前往對面的藍區 我們的麥克斯直接壓到對面的高地那邊去了 這次看著對面只有一隻薩尼 太壞了吧 一吃完藍馬上開啟大招 因為這個薩尼殘血可以抓 但是這個薩尼 欸他也換掉麥克斯欸 不過首殺是我們這邊拿到的 還算是OK啦還行吧 這場其實很簡單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先把卡芬妮抓掉 把他抓掉基本上他們就沒什麼輸出啦 4薩1陣容最怕的就是那個1被抓掉 所以這場我覺得真的玩起來非常精彩 這時候發現 欸就有一隻卡芬妮加芽芽在塔底下 這感覺就是要來個塔殺的吧 可是我一下車塔是打我 然後我進去砍了兩刀之後再出來 再進去的時候塔又是打我 這個塔到底跟我這個仇恨值有沒有這麼高啊 因為在最新的改版裡面 我們在月塔強殺的時候 塔攻擊的這個邏輯是有被改變的 所以剛剛那個塔一直打我 代表我的仇恨值真的蠻高的 我們傳說足球隊這個陣容啊 每一隻角色的收頭能力都非常強 所以只要搭配的皮皮往前滾的開戰方式 是不是成功讓我們不斷的刷新 所以只要有殘血 我們奎倫不斷的進場 一直刷新 不過最後呢差一點點 我已經把卡芬妮殺掉了 但我最後一秒還是被卡芬妮收掉 奎倫這個最新造型呢 我真的不推 雖然我平常不玩奎倫 雖然奎倫也很爛 但是奎倫因為他在開大的時候 不是每幾秒會閃一次那個光嗎 那個光超級明顯耶 超級深 那個鮮豔的水藍色 所以讓這個奎倫你要進場的時候 更容易的被對手發現 那剛剛再次的搭配皮皮的吸還有滾 成功的把卡芬妮殺掉 重點是什麼 一定要把卡芬妮秒掉 只要卡芬妮讓對手好好的保住 我們應該會團滅吧 重點還是要找卡芬妮 那我們趕快拆個上路的二塔 這場我真的覺得很巧耶 因為我平常在打經典場 幾乎遇到大家 蠻多人都是很認真去玩的 甚至現在一般場 都很多刷勝團 就是他們是會使用那種 很好贏很強的陣容 去打一般場 但是一般場在我的心裡 我的字典裡 就是比較輕鬆 比較放鬆的去玩 就比較沒那麼在意輸贏啦 可是一般場還是攸關勝率 所以就會蠻多人來一般場刷勝 我一般場真的很少會遇到 對手玩這種非常好玩的陣容 我覺得很精彩啦 真的 那這邊麥克斯一開大 再加上皮皮往前滾 我一進去塔是打我 所以我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看到超多人在裡面 我又進去 主堡又打我 你們有發現嗎? 我每次進去喔 那個塔都是打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明明隊友超多人在裡面 可是那個塔就是喜歡打我 所以他這月塔強殺 塔的攻擊邏輯改變喔 我覺得差異蠻大的 像我們這些刺客 可能順傷比較高的 是不是塔就會越優先的來攻擊我們 而不是那個進塔的順序 是嗎? 這個我不太清楚 足球盛宴的造型 我還是最推贊尼的那個綠光罩頂 因為其他的角色 那個特效真的看起來 很少 甚至沒有 就感覺 恩 還是買贊尼也好了 所以蠻希望官方可以復刻 因為那個綠光罩頂喔 可以讓我去拍蠻多陣容角色的影片 OK這邊PPC我滾進來 對方這個4寶1 4寶1只要你沒保好 卡芬妮 我們瞬間把它抓掉之後 剩下的其他支輔助 就沒有用啦 我們繼續的再刷新 然後再把薩尼殺掉 剩下一隻提米 他的大招已經開過了 我們最後拿到了4連殺 喔 幽靈可惜啊 差一點5連殺 最後那隻提米我沒有尾到頭 不然我們就 就差一點5連殺耶 那大家如果對我這個全隊陣容 有什麼新奇 好玩 有趣 或是非常厲害的陣容 都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那如果我看了之後覺得 真的不錯 那我們就趕快拍給大家來看 影片的最後呢 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因為最近 我有犯一個LINE的社群 想說找觀眾一起來拍片嘛 那因為最近我真的發現 那個社群太多人是來亂的 之後我還是會繼續找觀眾 一起來拍全隊陣容的企劃 不過我會更慎重的去過濾每一位的觀眾 是不是真的跟我志同道合 首先過濾的點可能是 角色尺夠不夠深 我的角色尺不是問你有沒有那個角色 而是你真的會不會玩那個角色 再來就是造型的數量一定要夠多 因為我幾乎都會拍很多需要特定造型的陣容嘛 所以造型一定要夠多 再來是一定要能跟我們語音 要跟我們即時的溝通 不然很多需要搭配配合的陣容 沒有即時的語音溝通 真的很難配合啦 那之後我會再想用什麼方式來過濾這一些 之後想到再跟大家說明 那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